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他既开心又无奈 最后现在的莫连城发现自己能陪在小谭身边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狠心的将小谭推开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也觉得最后的剧情有点练呀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